我求求你帮帮我好不好 我求求你 你弄疼我的 请你放手 我求求你帮帮我 我以后会有很多钱的 我不会亏太你的 我不在乎你的过去 我可以娶你的 那就是个无赖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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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帮帮我 我求求你帮帮我好不好 我求求你帮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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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帮帮我好不好 我求求你帮帮我 二主任 刚来了个急诊 从台阶上滚下来的 伤挺重 有骨折 好 知道了 准备手术吧 好 不用紧张 你上得不算太重 我们马上来 我有点儿不舒服 叫苗大夫过来做这床手术 苗大夫在做十八床的手术 还没下来呢 那还有哪个医生在 是 今天的手术都安排得很晚 给我换个大夫 我说给我换个大夫 这位患者 这儿我说了算 马上准备手术 马上准备手术 副卫良好 您注意观察 不要我不要感染了 嗯 哎 范主任 被人醒了 你们先去忙吧 二十五床 肋骨骨折 经过手术 骨折复卫良好 手术很成功 请你安心休养 每天早上八点我回来查房 谢谢你 应该做的 也就是你 要我碰上他 直接把骨头给他揭歪喽 让你抢我老公 非得让他一辈子 记住这个教训不可 你那是气话 真要是让你赶上他 你也得好好地 把手术给人做好 就此复生 医生谁都一样 是 话是这么说 但事咱也得这么干 你等着 等他好喽 非得好好找他谈谈 谈什么呀 谈什么 谈谈他为什么抢别人老公 谈谈他为什么拆散别人家庭 谈谈他干嘛干这种缺德事 谈谈他凭什么 伤害一个无辜女性的心灵 是我那本事 是我守不住自己的老公 守不住自己的家 你说什么呢你 明明是他们不对 一二 咱们上大学的时候学过哲学 明白什么叫一分为二地看问题 所以一个家庭的失败 绝对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你觉得你什么问题 单纯 这么多年 出了学校门 进了医院门 除了自己这点手艺 什么也不会 每天就把自己 关在玻璃房子里 不了解社会 更不懂得生活的意义 离婚这些年 我一直想解开心里的疑问 我的婚姻到底失败在哪儿 你想明白了吗 没有 但是我现在成熟了 我不会那么单纯地去考虑问题了 发展开心的肌肉 不许可 也许可 所以说 特别还满意 我们有的时候 很难想象 自己老了的时候 孤苦伶仃的样子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放开我 放开我 最怕发生的事 还是发生了 我最不想看见的终于还是看见了 你真傻呀 老三 把我给丢了 你再也得不到我了 从小学到现在 有个三十四年了 嫂俩结婚也有八年了 过去了 都不过去了 从现在开始 就当那俩没认识过你 我看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今天怎么在下呀 怎么一直班啊 我不是职业班的大爷 还能天天职业班啊 最近好吗 挺好 您呢 都好吗 我不是那意思 不是咱俩好几天没见面的吗 我发现咱俩现在越来越客气了 是不是以后见面得先握个手啊 行行行啊 这都是我说错的 对不起 不客气 应该说没关系 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 叫形同陌路了 是要咱俩不如我啊 同床一梦就行 那可真难说呀 其实爸妈又找我谈话了 还是说孩子的事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你跟咱们谈吧 好 老家快点 开始等我睡不着觉 你不习说了 我先歇会儿 待会儿就去 你就是有劲吗 准备啊 要不咱俩离了吧 你说什么呢 把根关上 赶紧洗漱去吧 你说是这粉的好看 还是紫的好看 都行 那就都要了 你买这么多干吗呀 这家里还有呢 我留着新家屎的我 把你急的 我现在得先背着 你说今天咱们订了两套房 咱住哪套啊 你随便 你爱住那套住那套 你饿什么呀 我现在觉得 我跟地主婆似的 蘸完白糖我蘸红糖 行了别臭美了 赶紧买吃了去吧 家里人还都等着呢 你过来 妈呀 亲我一个 这儿 你不行 这儿怎么了 又不是没在大马路 你亲我 滚 快点 行了行了 不行 敷衍我 快点好好亲 别 就女流氓了 就了 快点 行行 真烦人 行了 真烦人 真烦人 你去一下 来 来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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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的两孩 别吓 公司的 谁啊 没事 公司的人 有点屁袋袋的事 给我打电话 不理他 你不接呀 别耽误事 没关系 你看看 给老爷爷子买两瓶酒吧 我有时候真挺佩服我爸的 他说你好 说你是能干大事的人 那会儿你把家里钱全赔光了 我都快扛不住了 我爸说 没事 不就交点学费啊 我跟我妈都无语了 我跟你说 送老爷子这话 我也得赶紧挣钱 给他买套大房子 我要把我来 唉 这个 电话不接了 短信马上就来了 你给人回一个吧 真的吗 走 走 你店儿买了吗 我今天想起来 我得买几天电池去 办公室这个 我跟您话去 不用 这推着说 我感麻烦你 你交你的 我这就回来 你就别动啊 在这儿等我 好 有什么话非得现在说 没什么 就想看看你 你诚心是吧 有意思吗 公共场合秀恩爱 给谁看呢 行了 咱就这岁数了 就别说这么无聊的话 我可不是无聊 是嫉妒 好好理解 我也没想到 在这儿能够碰见你 有什么话赶紧说 我得赶紧走了 我老婆在这儿等我 我得赶紧走 唱什么棋呢 看你老婆看见呢 就算看见了要怎么忙 你又没干嘛 看你紧张的样子 害怕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能够 我得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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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 我得到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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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没想到在这碰见他嘛 不是 我打心眼里讨厌他 行了 今儿一天都挺高兴的 咱别为这件事过不去 好不好 过去了 走吧 回家吧 喂 黄总啊 怎么了 怎么又寂寞了 我也想陪你啊 可是现在家里有客人呢 还喝着 走不开 那下次吧 再见 再见 赶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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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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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走 你想吐叫人啊 别吐床上 听听没 那谁啊 一家人其乐融融 很开心吧 什么事啊 我这正忙着呢 咱们回头离开 不练习行吗 不行 我都等你一个晚上了 我等不了了 我要你现在就过来 我这儿和老爷子正喝着呢 现在不方便 对不起了 我不管 我就给你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你再不过来 我就开车去你家找你 好 你随便吧 怎么了 谁电话呀 小鹏 陪客户呢 然后说是想让我过去一趟 这么晚了 别去了 一会儿咱该回家了啊 好 再说 你爷子呢 那个屋歇着呢 帅了 那我再陪你喝一杯 不喝了 不喝了 行了 别喝了 你帮我收拾收拾 好嘞 好嘞 得 收拾我帮你们 不用帮你 你歇着吧 嗯 这个里面 要不我就进去 你别那么任性好吗 我一直就是这么任性的 你是知道的 好吧 那我拍你这话 你随便 都收拾完了 差不多了 你喝茶去吧 咱那坐会儿就走了 一会儿我开车 你去吧 这太闷了 这屋里边 我出去一趟火气去 一开车 一开车 你进行 一开车 你意尊着 把门关注 以来 你 一开车 你 回来 了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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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儿干嘛呢 我不是说了出来透口气吗 哦 喂 小鹏 你跟我说 半个小时以后你给我打个电话 你就说客户喝多了非让我过去 我会让范蓉接电话 你别问我为什么 就这么着 挂了 别扯啊 别扯 别扯 今儿给老两口乐的 一听说买房子嘴都喝不了 不是高兴 你就是不听我的话 我说这事先别说 你非得说出来 那怎么了 早说晚说不都一样吗 房子又跑不了 你懂什么呀 你没看老二那脸色 难看得跟什么似的 我就怕这个 是吗 你不说我还真没发现 我都没往那儿想啊 我又没你聪明 你女人哪 就是太简单的动物 你说简单吧 还挺难搞定 难吗 我现在多挺你的呀 现在还行 你以后就不知道了 我又没你聪明 能怎么样 问你呢 说话呀 说话呀 说吧 那个 开快点 哦 看什么呢 我瞅瞅咱这车停这儿爱不爱人事 走吧 小点睡啊 别让我们爸妈听见了 走啊 你 小鹏 喂 怎么了 什么 喂 客户还没进行 让我过去 我不去 我这跟你嫂子刚到家门口 什么让你嫂子接电话 她不管这事 你就说吧 你别行 你等会儿 对付她一下 喂 小鹏 我让她去 行行行 你少喝点吧啊 好 喝多了这是 你去一趟吗 早点回来啊 你别太晚了 明天还上班呢 别这么着 你赶紧回家睡觉 我这喝了酒了 我也不开车了 我打个车过去 你早点回家啊 多晚都得回家 当然 选择 你不听着 我刚刚还是放了你嘛 你应该要谢谢我 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明明知道你那么做是错的 你为什么那么做 你 你把我折腾美了 你很高兴是吧 你就无以伦比的快乐对吗 好 我告诉你 你得逞了 简直是莫名其妙不可理喻 你多大了 你自己以为自己是个小孩子吗 是一个痴情小少女吗 你以为你跟我是罗米英和朱莉叶吗 你三十几岁了 你至少要学一点理智 学一点成熟 至少要懂一点人情虚故吧 太过分 好 我觉得我已经为你做了不少了 你还想要什么 你别太贪行了 你告诉我 你说话 说话啊 你骂够了没 我相信还有很多难听的字眼 你还没说出口吧 不要脸 还是女疯子 你想到什么你就骂 一次骂个够啊 骂啊 对 нит 我 我干了些什么 我不想伤害任何人 我伤害了所有的人 王总发现我都用公款了 我没堂塞过去 因为我没有想到 他早就发现我们的关系 他可以告我 告你 把我们都送进监牢 但他没有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他发现他是有利可图的 当然是有利可图 是 他让我上他家去 我去了 所以你骂得没错 连我都看不起我自己了 回家 我一喝酒 就开始在想 我到底是做了什么 我这么做 到底是为了你 为了我 为了利益 还是为了爱情 越想我就越难过 我 我觉得 我觉得前所未有的孤独 我就想见你 我想和你说个话 最后来 喝多了我就疯了 我就想着一定要见到你 就算是 就算是抱着你 在你怀里哭一会也好 可是呢 我把你等来了 也想来你的嘲笑和辱梦 在你怀里哭 你敢不听我 你敢不听我吗 我有个缘子 我看你 你敢不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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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终于我 你敢不听我 他能够 你敢不听我 你敢说你 你敢不听我 这一天过的 这不是老三想要的生活 也不是老三想要给泛荣的生活 但生活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这一天过了 怎么这是 公司对账或者折腾了一晚上 今天公司没什么事 我也想得了 刚从夏日常买的菜 给你做顿饭吃 这些日子我也没好好陪你 你别碰我 骗我 我讨厌你 怎么了这是 我怎么骗你了 你开公司的钱哪儿来的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跟朋友借的 女朋友吧 我说过你什么事瞒不了我 咱俩从小一块长大 这么多年 太瘦了 心灵感应 你以前的手机呢 坏了 坏了 话都说这份了 你还憋呢 我查了你的短信记录 我看到他给你留言了 有什么事 你这个人 都没有去 你 我 还有 你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知道你们俩不对付 怕你不高兴 所以瞒了你 是我不好 你诚心是吧 你跟谁借不行 你非得跟他借 我最不想的就是跟他借 可我真是没办法 之前这事我跟你说过 你又不支持我 我确实是 你确实是旧情难忘吧 我真没想到 这么多年你们俩还在联系 你说我们都在一个商圈里面 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 难免他 我们分居吧 你能冷静点吗 我要慎重考虑我们的关系 还能不能继续维持下去 你叫我说 别那么偏执好吗 偏执 这个字对我来说 不太合适吧 你快走吧 一会爸妈就回来了 我想让他们看见咱俩这样 我想让他们着急 去垃圾 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没睡呢 你喝酒了 我电话里不会跟你说 你今天别喝酒吗 老二的性子也不知道 我要不喝 他能按着我脖子给我灌下去 老三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呀 不是喝点酒吗 这跟有没有你有什么关系啊 三十七度 今天是我的排卵期 赶上有些低烧 体温正好适合受晕 明白了吗 怎么回事 我以为怎么了呢 你说的可真轻松啊 我一直在等你 为了保持体温 我在床上都躺四个小时了都 你说 你看这怀孕是一个人的事吗 你这自说自话在干嘛 你再说 怀孕 你跟我商量过吗 我答应过你 咱们现在要孩子吗 好 这么晚了 爸妈都睡了 我不想跟你吵 我现在就跟你商量 我想要孩子 这是我的态度 你也表个态吧 我早就表个态了 现在不是时候 再等等 再等等 等等可以啊 请你给我一个时间 一天 一个月 一年还是十年 你是不是有强迫症啊 所以你怎么说 我现在需要一个答案 我没答案 那我把我的答案告诉你 一天我可以等 一个月我也能等 一年我可能就没有资格 再等下去了 你 你怎么了 身体出问题了 全世界的男人都知道 我现在这个年纪 已经属于高龄产妇了 我再不生可能就怀不上了 即便怀上了 可能也会流产难产 所有男人都知道 就你不知道 你也真算是一朵奇葩了 行行行行行行 我去去吧 行了吧 但是有意义 干嘛非得要孩子呀 你看人无数的丁克家族 人家生活得也很好啊 那干嘛非要老婆呀 无数单身男人 一辈子一个人生活也挺幸福的呀 说你这扯哪儿去了 这跟这有关系吗 很简单 道不同不相为谋 你可以选择一个人单身 你也可以选择丁克家族 但我不行 我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不允许你剥夺我做母亲的权利 谁剥夺你做母亲的权利了 我不是说了吗 这事得商量啊 现在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你现在马上给我答案 容容 这大半夜的吵什么呢 有话明说啊 好了好了 你用我再想想 我上客厅睡下了 好 有关要孩子的事 我问过你闺女了啊 她说老三现在不想要 那倒成啊 他们俩也该要了 是不是怕孩子生出来 没人带啊 回头我跟那小子聊聊 孩子生出来我们帮他带 先解除他的后顾之忧 来 你怎么睡觉啊 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答案 好 怎么样 我这小窝弄得还行吗 你这哪儿小窝啊 你这是豪宅啊 你现在住哪儿 住老郑人家 不会吧 既然篱下可不是你的风格 风格也可以改变嘛 你家的人住也挺好 热闹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虚伪啊 我虚伪吗 不过学会虚伪 某程度来说 也是成熟的一种表现 行 我接个电话 没事 你接吧 我去洗个澡 喂 喂 你在哪儿呢 怎么了 你跟你说话还这么小声啊 我这儿谈点事 待会儿咱们再说 好吧 那行 你跟你说 我爸妈包饺子了 这大星期天呢 想一家人一块吃个饭 让你回来呢 我是吗 那行 那我这边完了事我赶紧赶回去 好嘞 挂了 好嘞 干嘛怎么盯着我啊 该不会是我变老了吧 老什么呀 您才多大呀 这话我爱听 那个 你不是说有正事要聊吗 什么正事啊 你不是说有些事情 还是先说清楚的比较好 来来来 快趁热吃吧 别等了 咱们先吃吧 她的事还没忙完呢 是啊 你看这饺子啊 一割就驼了 等她回来我先给她煮 啊 我今天还想等着她喝两杯呢 我说过 你有什么困难随时都可以找我 能用钱解决的困难 都不算困难 但是你这次要的金额有点大 我就算把个人的钱全部给你也不够 所以我想了个好方法 你说 我可以把黄总账上的钱 能用一部分给你 但前提是你得给我固定回报 这没问题 我可以给你本金百分之三十的固定回报 咱们现在就可以签合同 但问题是老黄不会知道吗 那好吧 如果黄总知道的话 我就说这是我选择的项目 决定的投资 我是公司的总经理 有这个权利 至于为什么没有事先告诉她 是怕她因为跟你的个人恩怨而拒绝 耽误了这笔好买卖 她能信吗 到时候目已沉舟 信不信就由她了 是个招 师傅毕竟是师傅 那钱什么时候能打紧我 公司的钱过几天打给你 我贵人的钱你随时可以拿去 好 答案不言谢 我现在就给你写结局 然后起草合同 好啊 我卧室里就有笔和纸 我贵人 容容 你再给她打一电话 你们先吃 我等她 老范 你看 我说了吗 我等她 你们先吃 好好好 好好好 很好 容容 容容 那 那咱们先吃 来拿给你 来 吃一吃吧 我 再来 你 我 你 就 你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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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 I'm gonna make it up 一會兒 我怎麼放都放不開 我怎麼笑都笑不出來 你沒有愛我會儘快 吃飯了 你怎麼不吃啊 胃不大舒服 你跟我撒謊 我怎麼撒謊啊 我怎麼撒謊 你怎麼撒謊 接下來 我做得得更ло 这是我这辈子 都会自打扰 痛快了吗 没有 怎么着才能让你痛快 跟我结婚 我现在是个穷鬼 娶不起你了 那我娶你 我的钱足够养活我们俩 嫁给我 嫁给我好吗 嫁给我好吗 我嫁你 嫁给我好吗 你嫁给我好吗 我这样子 看一下 你怎么着急 老话说到什么岁数 得干什么岁数的事 该结婚得结婚 该要孩子得要孩子 这是自然规律 在规律里活着叫幸福 不在规律里活着 那叫出圈 谁敢出圈 都想清楚了 用不用再给你们调节一下 不用了 谢谢 您呢 不用了 财产上都协商好了吗 没问题 名下有套新房 十一月份交往归他了 我不要 不是都算了好了吗 我还是想干干净净的 不像以后的生活里头 有你的任何痕迹 要不 你们回去再商量商量 不用了 麻烦您改账吧 我下午还得上班呢 您还有什么意见 没有 那就给你们办了啊 进行 再见 这事没跟家里人说 小薇的事已经让他们够闹心的了 我不想老人再有什么精心负担 我也没跟爸妈说 过了一段时间再说吧 那就好 还有事吗 我想说 对不起 我想说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光动 谢谢你今天过来 谢谢人家 小薇也是我的朋友 是 你怎么样 最近过得好吗 怎么说呢 刚才葬礼的时候 我有一阵造神了 我在想 以后 我可能不会再跟你见面了 所以请你以后 也不要再给我打电话 发短信 哪怕是即日生日问候 也不需要了 所以今天也是我的葬礼 希望从明天开始 我们都能获得重生 一切都好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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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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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